我要上嗎? 我要上嗎? 那今天 就 上個禮拜我們有看這個極限的那個 一些例子這樣子 那有一些圖這樣子 那已經知道就是大家有一些概念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 就是 怎麼算這樣子好了 那維基分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當你有一些概念之後 那就要把它拿來工具 當成工具然後去算這樣子 那在很多的領域啊 物理啊化學啊 那個當然數學啊 就是會拿來用這些工具來去算這樣子 對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就是它有 就這一課本它有幾個例子 對然後有一些這個 property這樣子 那第一個property就是如果假設呢 如果這個極限如果存在呢 還有這個極限 如果F的極限跟G的極限都存在的話 那他們先各自相加之後 那會等於他們各自取極限 然後再做相加這樣子 OK 那如果 第二個就是說呢 如果這個函數F的如果乘上一個常數 就是一個新的函數這樣子 對 那 你再給它取極限的話 那就會等於對這函數先取極限 然後再乘上一個常數這樣子 對 然後第三個呢就是說它相乘的話呢 然後再取極限 會等於它的F先取極限 然後再乘上它的G 就是先取極限 F跟G各自取極限之後相乘這樣子 那其實相乘跟相處也一樣 跟相加跟相減也是一樣這樣子 所以 但是相處要小心就是 就是 如果兩個相處的話 當然這是要有定義的 就是 G呢 它不可以是0這樣子 對 那所以 OK 那如果這一次有定義的話呢 那如果 對這函數取極限的話呢 那就會等於這個 F去極限呢 然後 除上這個G去取極限這樣子 但是呢 這邊呢就是要小心說分母 就是G取完極限之後 那它不是0這樣子 OK 好 那 這都是 蠻淺顯欲懂的啊 就是 欸 當然可能 因為學久的話 就是 這其實是蠻自然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幾個例子這樣子 OK 好 好 OK 那我們就 來看幾個例子 好 那如果 這個 Limit X 去進2的話呢 Fx 等於 這個 1 然後 Limit 開始去進2的時候 然後 Gx 2 這個是 -1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算這個 2的話 Fx 加Gx 1 OK 那就是 這最基本的啊 也是最簡單的例子 那如果 考試的話可能會 有些 去小考都會考 那大考的話可能 可能是不會 但是 但是如果 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要 假設如果它出的話 那就送成題這樣子 OK 那這裡當然也可以 下面也可以 改成簡啦 沒有問題 這個層的也沒有問題 那甚至處的也沒有問題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呢 它的這個極限的 X往2去跑的時候呢 就從左邊 從 X的 左邊 去逼近2 從 2的左邊去逼近 逼近 2呢 從 2的右邊去逼近2呢 那你就會發現說呢 這是1 這樣子 然後這也是一樣 但是它是 它的極限是-1 那所以它的極限存在 OK 那所以 加的就沒有問題 OK 所以就可以拆除這樣子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就很少你把它帶進去 加上-1 OK 那個領域 這樣 那 另外一個例子 是 2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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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那這個會等於多少 那所以看到這個的話就是 很自然的就把它用極限去帶進去 那所以 上面如果帶極限的話就變成是 這兩個gaze 彩拍 因為它們都沒有問題 然後 那下面呢就是 0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好像有點怪怪 但是反正有答案就算了 反正有答案就寫這樣子 如果沒有答案的話 就是 就0分這樣 那有答案還可以拚一下 所以這就負無窮大 好 那這樣的話考試的話 這就是 我的話就會給錯這樣子 那5分的話呢 我就會給3分或2分 OK 那這答案 這答案 的確是不無窮大 沒有錯啦 不過就 數學就是這樣 就是 你答案對了 但是 如果過程錯的話呢 就是錯這樣子 OK 那因為剛剛我們說就是說呢 那錯的話 就是主要是錯在這邊 OK 因為剛剛我們講說呢 因為它的極限呢 如果可以拆開的話呢 主要是因為 所以 像除的話呢 就是它的分母要不是0 這樣 才可以拆開 OK 所以這邊的話 它的分母就是0 這樣 OK 那所以這邊的話就不對了 那像這種函數呢 其實就是 你可以去觀察呢 當它的x往2去跑的時候呢 它的g of x 是往0去跑 OK 但是呢 但是它的分母呢 而它的分子呢 就是 當x 去均2的時候它的分子不是0 OK 但是它的分母是跑到0 OK 所以 所以這種函數呢 就是像這種函數一樣 x往2去跑的時候呢 OK 你就是x分之1 然後上面就 可能有一個 某一個 大概9個x 但是呢 它的極限 就是 它的極限不是0 這樣子 所以你去跑的話呢 就是這個x 去均2呢 它就是會去均2 無窮的大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 這個 例子呢 就是極限不存在這樣 但是不能這樣子算 那 還有一些例子 就是 還有一些技巧 就是在 考試的時候需要用到 那我寫一下 Interestingly 這是 MAYBE 講師 我也是 講師 跟ú 用給它 這是 裡面 些水 成分 可以 自己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 好 那 第六个人是说的就是 这一个函数呢 OK 他先对它取N四方这样子 OK 那就是可能就随便啊 或者或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数 因为x 往A跑嘛 那x 送到 就到函数里面嘛 所以他就是一个数这样子 就是 3的5四方 3的6四方这样子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函数fx呢 如果先对它做N四方呢 然后再取析线呢 会等于 先对fx 取析线之后 再N四方这样子 OK 那这些都是可以给严格数学证明啊 不过 没关系 我们就是知道 有这件事情 然后拿这些工具来去算我们想要的东西 OK 然后第七个是说呢 如果这是一个常数函数呢 就是说你x往A跑 你跟它是 就independent 不影响的话 那你对这个 常数函数呢 取析线的话 那会等于原本这个 就是 不动这样子 就这边C的话 可能是1 2 3 或是Pi 1 Disponential 1 这样子 那就是你对 对它取析线呢 就不会影响 OK 那这边的话 就很自然就是x呢 就是 就是 就跟它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你x往A跑 那就是A 就是 如果你 x是这样子的话 你A是在这边的话 那你x的话 就是 在这边嘛 这可能是 3的话 那这里可能是 2.5 这样 那这就是x 然后这边的话 就可能2.75 这样 那把这样子逼近的话 跟这样子逼近的话 就是它的极限如果存在的话 就是会等于A 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 就是一模一样 就是 它现在就是把fx 换成x 这样子 那x的n次方呢 就会等于 这里是A的n次方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是 它一直就是这样子 OK 那摆 摆这个嘛 所以就是A A的n次方 这样子 好 那这 这下面这个是开根号的意思 OK 就是比如说 2的 2的开根号是2 那就是4 然后4的开根号 是2 这样子 那这里 那这里 附近上开根号 这里是开 也可以开3次 OK 那所以8的话呢 开3次的话就是2 那-1的话 开3次是-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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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 这样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x呢 OK 它是可以是正的 也可以是-2 这样子 那 如果 它先开根号之后 然后再去极限 会等于 这个东西就是 A 再开根号 那现在要小心 因为我刚刚说了 就是如果开根 如果n等于2的话 4的话 6的话 8的话 那这样的话 它这个 x就是这根号里面 不可以是负的 这样子 对 因为 如果 开根号 -1的话 就变成 1 对 所以 啊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当然可以讲复数啦 不过我们现在就 B开掉不讲了 所以我们这边 2468的时候呢 这A要是打贏的 那如果不是 2468的话 A可以是小5 6 OK 所以这边 不许这样子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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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A A N 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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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1 2 1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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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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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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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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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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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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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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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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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主要就是要檢查分母這樣子 因為 如果分母有問題的話 那這整個就要小心了 這樣子 那所以當XGC2的話 你會發現這次 分母會亡